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大陆味 即是直接弹了出来的 有一层脏的 那当然是一些现代的很慷慨激昂 很煽情 很夸张的大陆的用语 原来也没错的 原来就是在十几年前的一部电视剧叫《梁剑》里面 那个主角李云龙经常说这句话的 这个李云龙据说是一个抗日的英雄 但如果大家真的看过一些史实 你可以参考我这本绝版了的《炎黄解读》 尤其是当日本和苏联在1941年4月13日 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之后 所有共产主义阵营里面的武装力量 和日本帝国究竟是战是和呢? 其实那个答案你可能猜不到 苏联一直要去到美国下了第一个原子弹 在广岛才正式挖烂臉和日本打仗 就冷手执业战队 所以其实李云龙需不需要这么慷慨激昂的抗日呢? 这个大家可以学过洋人的一句言语 就是说 take it with a pinch of salt 就是可能要用一些盐来喇一喇才让你清醒一下 据说这一句这样的言语的来源 就是a grain of salt 或者a pinch of salt 就是相传了 罗马帝国的古罗马的将军 那时候还没称清帝的 就是凯撒的时代 还没有emperor 还是一个共和国来的 这个将军 Pompeo 就是和现在的Pompeo 是差一个字的 只差一个字母而已 他相信 可以吃一些少量的毒药 是去抗毒 然后就用一些盐一起去服用 还有这个盐这个字的拉丁文 是解智慧的 就是要用一些智慧去查查这件事情 对不对 究竟是不是这样 所谓狠狠相逢勇者性 是吧 但是原来呢 又未必一定错的 就是未必一定是 完全是现代的大陆味 原来呢 就真的再找出来呢 就在史记里面的论商鱼 和这个 连婆的列传里面呢 提过一个召国的将军叫做召车 车子那个车 那他呢 曾经呢 就在一场战役之前呢 就告诉这个 那个主公厅呢 他要打这个秦国的兵士呢 他要去救援那些被秦国包围的军队呢 他在那个狭藝的路上呢 其实是没有退路的话呢 你要靠勇气才可以打赢这场仗 但是这个是对老板说的说话 他真正做出来呢 他就不是一个勇者这么简单的 召车呢 就在那个狭藝的山道里面呢 首先就是 驻扎在那里不出兵 然后呢 就在那里观望 甚至呢 就特意呢 就散布一些消息 给那些间谍 去返回去巡兵的阵营 说呢 其实召兵呢 是不够打 或者不敢打 然后就用一些虚虚实实的东西 就最后呢 把一个机会呢 迅雷不及掩耳呢 就占据了一些高地 然后在那些高地里面 对这个巡兵是突袭 就是里面要量一种 用了反间计 是吧 斗志而不是单纯斗力 那如果原本那个所谓 狭路相逢勇者姓呢 就是说 其实就是 最初召车和老板说的时候呢 就说 好像两只老鼠 在一个很窄的巷里 我们向着 都不能退 你不退 我不退 那就一定要去 但谁一 蛇龙一退 一脚远呢 那个就会输了 那这个呢 就是事情的一半 但另一半呢 他实际 进行这一场战役的时候呢 召车呢 是要订过一些选择 而且先呢 是示弱 然后给一个错误的讯息 这个巡兵的 然后才可以 出其制性 是吧 所以呢 就不是最初说这么简单的 其实如果你说这个 演绎呢 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话呢 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呢 今天呢 有一宗案呢 又是要提堂的 那这宗案呢 就是 是有关于 有关于 嗯 都仍然是这样的 都仍然是这样 是吧 那大家好像有一个理解和默契 但是呢 那说又说一会儿呢 我刚才说的那些 李云龙啊 梁剑那些呢 这部电视剧呢 就广秀这个 海外 就是叫做 两岸三地的各种的华人欢迎 就不单纯是大陆的人的 当时呢 在大陆来说 就是在华人的世界来说呢 大陆的 嗯 电影 电视产品呢 就不是说 好像现在这样的角度去看他的 那些人 喜欢看大陆的 演戏的人呢 同时 也是连连去维园的 哈 那大家好像觉得有个默契 是吧 就是你觉得没问题 我又觉得没问题的 但是去到去年呢 政府呢 就不让他们 做这个烛光晚会了 但是不让 还不让呢 那么现在这宗案里面呢 就控告一大群人 包括支联会的人 和一些民主派的人士呢 自行去这个维园悼念的 那里面呢 有几位被告呢 就是朱凯迪、王之锋、岑奥辉、袁家蔚 和梁凯晴呢 和已经不在香港的 这些被告呢 就是罗冠聪和张昆阳呢 和另一位 已经是因为另一宗案件而还押的 何桂南 就是以前的 《立场新闻》的记者呢 这八个人呢 这八个人呢 都是被控呢 他们是 明知道 而去参加一个 就是 未经批准的集结 OK 那么呢 这个 为什么我要说 狹路相逢呢 就是我将这些可以串在一起的 因为这八位人士呢 在去年的民主派初选里面呢 曾经呢 出了一个联合的宣传 就提出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正正是 黑路相逢 勇者胜 那 当时我听到这个口号呢 我记得第一次讲这个口号的是岑浩辉 但是后来其他那七位都有用 而是他们联合的宣传一起用的 那么呢 我一听到呢 就觉得很有大陆味 好像熟口熟面 不知道在这里见过 于是我找出来呢 原来就是 将这个口号呢 讲到 红透半边天 这个七字词呢 就是 《亮剑》这一部电影了 而《亮剑》这部电影呢 是来自 这句话呢 是来自 战国时候 赵国的一段故事 但是呢 赵国的这段故事呢 当时的赵国将军赵车呢 其实就不是exactly 是讲这七个字的 还有呢 后来呢 也有人总结他那个战役的成功呢 他就说 狭路相逢 勇者胜 勇者相逢 智者成 这些后来的人的说法 赵车也没有这么说过 但是我们如果看回《史记》里面记载的事实呢 赵车呢 就不是一副匹夫之勇 也不是胆胆冲上去 而是呢 他去到真正打仗之前呢 是有一些计划的 那就是说 是量过一些 用过脑的 然后推算过的 就不是说 单纯呢 如果我看回《何桂林》的那个面书呢 他所说的就是说 现在退就没得退的了 那我们一定要 就是一缩那个就输 不缩呢 就会赢这样 就是他所说的呢 就好像是 讲这个叫做 braimanship 就是看下哪个 逗不眨眼的那一只 是吧 那这一只呢 就其实没什么计划在里面的了 就是两个扎了马 然后看下哪个 第一个跪下 就是逗不眨眼的 小朋友玩过这个游戏 大家对望 看看哪个先眨眼的 是吧 那 就是你和一只猫玩都可以的 所以呢 就是 《何桂林》所说的那个 就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回他Facebook 但是 如果你看回 这个历史上的 这个所谓的《黑路相逢》 中间呢 是 度过 和 冷静地想过的 而且如果你看回 这个所谓 《亮剑》这部电影呢 你又要知道 现实和文学的加工 中间是有一段距离的 但是另外我都想说呢 就是说 这个所谓未经批准的集结 就是他那个罪名呢 有少少有不同的 非法集结 是吧 这个是 明知道去参加过 未经批准的集结 至于他在法律上 有些什么 显著的 分别之处呢 我们要找一些 专业的法律人士 去慢慢解释的了 但是其实现在 是不是需要这样解释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区域法院里面 审理这些案件的 有这位法官呢 名叫做陈广池 陈广池法官呢 就不是一般的法官 陈广池法官呢 是特别指派了他去審 国安法的 就是在国安法審 这个框框里面 是assign了一群的法官 而不是每个法官都有份 就是说这个有选择性的 选用的一些法官 我们知道最近大律师公会 都提过 就说 或者大律师公会的主席本人 就说如果是 在審案的时候 那个法官的选择呢 是有一定的 就是 额外的准则呢 这个可能呢 是跟我们理解的法治精神有个距离 而这个陈广池法官呢 就不是一般的法官 就是 可以处理国安法的法官 虽然 现在这个罪名呢 就不是国安法里面的罪名 我想起呢 就是说 非法集结 非法集会 非法游行 这些类似公安条例里面 或者直接公安条例里面的一些 刑事的控罪呢 就 想起一些旧事 就是1979年的1月7日 就有一个所谓 艇户非法集会事件 就话说呢 就当时的香港大专界 和社工界呢 就为民请命 就是 就是 对这个社会的所谓不公义 是要发声 于是支援了这个油麻地的艇户 就争取他们上岸 那么呢 其实这件事本身背景都挺复杂的 但是因为当时呢 我就有一些亲历其境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认识一部分那些社工和学生界的人呢 知道他们是 这些人是在做艇户事件的 那么他们就是 带起一个运动 那时的香港呢 学生运动呢 就是有四个口号 放逆关征 四条战线 放眼世界认识祖国 关心社会 争取同学权益 而带领整个学生运动呢 那个大台呢 就是专上学联 而学联呢 就是他同一个时间呢 连连都搞了一个所谓中国州 就介绍社会主义祖国的 那学联呢 在这个 我们知道去到 1976年 邓小平被设职的时候呢 这个所谓 反击 又谈了 暗风 天安门事件 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 去到高峰的时候呢 学联被别人看到的 那个情况呢 就是紧跟中共中央的路线 而所谓放逆关征呢 那个认识祖国呢 最初 学生运动在七十年代初 开始的时候呢 是叫做认识中国 但是 不经不觉 不知不觉呢 就由中国 将它改了做祖国 那就是说呢 他不是认识 是认同祖国 而那个祖国呢 是社会主义祖国 而学联当时的路线呢 就是百分之百 紧跟中共中央 无论是四人帮 毛泽东 邓小平 总之 谁是中央 就是跟那个 所以呢 当时呢 就站得很硬 在这个四人帮那边 后来毛泽东死了 在几个月 一年之内 毛泽东死了 打倒四人帮呢 学联出现了一个大混乱 但是在这个总路线之下 所谓 就是放映关征的关心社会呢 这个关心社会呢 其实就有两个包含的内容 就是反资本主义 和反殖民主义 于是呢 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大长篇的东西呢 就是说 其实 香港开浮之前已经有水上人 我们说得不好听 就是有人称呼他做弹家人 就是说这些原本是渔民 就在船上居住的 这些 就是没有固定的陆上居所的人 这些是另一种民系 另一个族群来的 在广东的沿岸都有很多这些的 而他们本身 就原本是渔民来的 但是因为社会和经济的改变呢 他们就不再打鱼了 所以呢 就有一种要求呢 就是要上岸居住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麦里浩时期的十年建屋计划 和之前的公共房屋计划呢 其实 是有一个秩序 谁可以申请公屋 还有怎样去排队申请公屋的 而呢 现在我们个个都说 这个是一个德政来的 是不是 你看看由石结尾大火 一直去到居者有其屋 就是由五十年代去到七十年代尾 这么多任港督 用了香港这么多资源 做了这么多房屋方面的建设 给香港的労苦大众底下阶层 那么其实如果艇户 究竟是不是跟着那条队呢 是不是有不公义的存在呢 其他的底下阶层 労苦大众 他们要申请公屋 是不是也不可以打尖呢 那么其实 这些这样的学生运动 比如说 这里又说搞中文运动 就是 不要教这么多英文了 是不是 那里又说保卫钓鱼台 另一方面又说艇户事件 其实这些这样的社会运动 他们 除了刚才说的认识祖国之外 还有就是说 关心社会 但是关心社会的潜台词呢 就是 香港政府很坏的 因为港英政府 殖民地政府 压迫剝削我们的人 那么其实 你说整件事是不是很吊诡呢 你现在看回头 是吧 令到我们根本没有 就是原本 你问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你看看《狮子山下》的电视剧 其实他们 是对香港 有很浓烈的归属感 还有那些政治经济难民 来了香港 根本 他们觉得 由地狱去了天堂 但是 你这班学生 就在那裏搞一些对台戏 就说艇户很可怜 我们要争取上岸 好了 都不要紧 我觉得呢 其实当时的殖民地政府 是有一种 开明和包容的方法 去处理这些这样的社会抗争事件 因为这个艇户事件 我说1979年1月7日 这个非法集会 其实是一个和平的行动 在旅游巴士里面被拘捕 拘捕了那几十人 全部一起去審 为什么我说我自己有个亲身经历呢 因为当时已经拆射了的铜锣环裁判处 有一位御用大律师叫余淑潮 是义务地帮他们打这场官司 我本身就是一个大学生 就觉得这些这样的社会事件 我有一些同学 手足又有帮忙做 搞跟艇户 拥有些社工我都叫做认识的 那他们呢 整班艇户和社工都被拘捕了 那我们呢 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 要关心要支持他们 那我就去旁听了 那我旁听的时候 就听到全部用英语去答辩 那我听到御用大律师余淑潮的陈词 那我就在想着 这个所谓非法集会 和公民抗命和和平抗争 这个 就是 整个 就是想着这些不同的内容 那中间都有很大的冲击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最后的裁决是怎样呢 就是所有人都被判有罪 但是全部都即时释放 有罪 不过全部都放了 但是艇户是不留案底 而那些呢 社工和学生呢 就 担保守行为 留案底 但是都是即时放了 那 事后这一班这样的 社工和学生 他们个个都 就是 就是走入社会的上层 有些做 有些在大学教书 有些做了专业人士 就是 种种都好 他们都没有受到这个 案底的影响 他们将来的人生的前途 虽然未必一定更精彩 好像某一位朋友说 有案底人生更精彩 他们没有更精彩 但是完全没有受影响 但是他们一秒钟的监禁 都没有 牢獄之灾 都没有受过 那很奇怪 我要加一句说话 就是说 2018年的 中文大学的大学线 这本刊物 就由学生自己编辑的 他们就知道 我们知道 最近这几年 都有很多 因为公安条例 而被捕的一些 和平的示威等等的人士 那这个大学线里面的编辑 这个是一个学生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他就说 他就拿回 我有份旁听的 这个艇户事件的案件 来说 殖民地时代 已经存在一些 这样的 禁止非法集会 的一些恶法 而呢 40年前的恶法 比现在更加 嚴苛 我看到这里 我就 觉得 不知道怎么形容 究竟 40年前 就是我说1979年 那时候 这样处理 譬如说 一个艇户的问题 你明明是冲击我们的 当时的 香港 管治的 政府 而呢 你提出那个诉求 背后 是一个政治的内容 但是它的处理 就是说 全部都放了 一个都不用坐牢 最后 刚才我都说过 那个裁决 是这样的 对艇户 是一点事都没有 但是 同一个时间 又判他们有罪 就是说 我那个法官 就觉得 是不是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法例 但是在这个 审判的过程 余淑潮的 那个滔滔鸿便 又令到社会看到 其实这些这样的恶法 而那些人是和平示威游行的话 这些是不是人应该 公民应该有的权利呢 于是 我们看到 在主权移交之前 是有一些宽松和修改 而最后 在彭定康时期 基本上 是将这些恶法全部 是推倒的 是不是 就是说 连那些不反对通知书 都不用拿的 这个就是 主权移交之前 最后发展的过程 那究竟 在这些事情里面 我们得到什么教训呢 那我今天 就不去详细讲 刚才所说的 所有这些事实 大家都可以 唤味无穷的了 那今天的节目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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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